教育新闻首相为您报道 高中职五专登记分发 全国的缺额多达六万六千多个 创下了历史新高 最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少子化 教育部甚至打算要进行第二次招生 以国立基隆高中为例子 今年核定了十四个班 总共五百八十八个名额 所有的招生管道只收到三百个学生 缺额几乎高达一半 上午的暑期辅导结束 基隆高中三年级的学生留校自习 为拼大学做准备 他们当中有五成五的人 每天从台北市与新北市来通勤上课 有公立的学校就读啊 基隆可能对台北来说有点远吧 而且其实坐火车 坐火车其实也蛮多人会很急 然后又要那么一大早起来 可能造成大家不想 因为来基隆也只能坐火车而已 单就地理位置而言 基隆位于暖暖有些偏远 交通也没那么方便 但毕竟是公立高中学费较便宜 大学繁星表现不差 近几年核定的十四个班都能足额录取 但今年却只收到三百个学生 学校老师相当震惊 原因就在于过多的免试录取生 放弃报道 面对这样的情形机中只能等教育部决定能否续召 如果不行就以减班因应 而且更重要的是十二年国教明年上路 机中没有特色招生免是百分之百 如何避免缺额过多留住在地的基隆学生是当务之急 今天小惠沈志明 基隆报道